第十章 天地变色 我选龙行混沌碑 我选风影混沌碑 黑袍使者从走廊最外围不断往里走 同时询问每一位天才的选择 而在后方人群中的罗锋却是皱眉 目光扫过52幅图画 实话说 这52幅图画中足足38幅 它都挺有感觉 挺容易让人沉迷的 包括那母祖混沌碑 那母祖混沌碑 虽然让自己沉迷 可毕竟走的是那种复杂的演变说 最适合我的 罗锋看向左侧远处一幅图画 又看向右侧身边一幅图画 远处的是之前看到最喜欢的酒与混沌碑 而身边的则是最后看的心狠混沌碑 其中罗锋观看酒与混沌碑的时候 整个人都有一种欢呼雀跃感 感觉那酒与混沌碑 非常适合眼神兵来施展 稍微改变也可以误出近身战的秘法 而心狠混沌碑 罗锋一看 都隐隐看到一套又一套的刀法 从心中浮现 那10,081个刀痕 可以说诠释了刀法的一种极致 我到底选哪一个 罗锋皱眉 都想修炼 其中酒与混沌碑 更加适合眼神兵 心狠混沌碑 更加适合刀法 当然现在自己实力还很弱 只是看到这两尊蕴含 无比玄奥大盗混沌碑的皮毛的皮毛 要知道52尊混沌碑 都是通往最巅峰大盗 按理说 每个混沌碑都可误出近战 可误出远攻之法 来了 罗锋转头看去 黑袍使者已经记录了700多人 已经走到罗锋身侧 抬头就看向罗锋 你选哪一个 黑袍使者问道 我选酒与混沌碑 罗锋认真道 黑袍使者点头 手臂上的屏幕瞬间记录下 而后他又闻向旁边另外一位 虽然心狠混沌碑和酒与混沌碑 都是我最喜欢的 我的近战能力提高也快 可我最强的无疑是远攻 我现在近战提升 只是因为磨砂族分身修炼 幽影秘点的结果 真正的强者 是不需要所有都强 所有都强 代表所有都强不到哪儿去 强化优点 不断强化优点 令优点变成绝对的优势 这就是强者 而且心狠混沌碑 刚开始是金之本源大道入门 酒与混沌碑 却是从空间本源法则入门 诸多本源法则中毫无疑问 时间和空间是最强的两项 要选就选更强点的 黑袍使者走到狼道尽头 记录完毕后 这才转身 微笑道 你们的选择 我已经发送出去 跟我来吧 罗锋等一千人 跟随黑袍使者 离开这座狼道 继续深入 片刻便走到了 城主府的一个空旷修炼场 修炼场非常空旷 足有数十公里长宽 如果是地球上的普通人 一眼都看不到尽头 当然罗锋他们 个个看得清清楚楚 空旷修炼场上 一千人聚集在一起 黑袍使者站在他们前方 现在52尊混沌碑参物密室 其中12个密室有人 其他40个密室都没人 黑袍使者则向眼前一群人 现在我爆出这40尊混沌碑的名字 阎山混沌碑 心痕混沌碑 黑袍使者一口气 迅速爆出40个混沌碑的名语 选择这40尊混沌碑的 直接去前方最左侧的入口 您会被安排进每一个密室 黑袍使者指向远处 在修炼场的尽头的左侧 那有高近30米的入口 现在您就过去吧 顿时1000名年轻人中 最起码800多号人 都化作一群流光离开 修炼场上只剩下100多名年轻人 你们139人先等等 黑袍使者说道 你们选择的混沌碑 现在正在有人参悟 别人参悟的时候 是绝对禁止打开密室打扰的 所以等别人参悟结束 你们就可以进去 你们这139人等待最久 也就需要等待三天而已 这样你们先上城主府的城楼 黑袍使者指着前方 就在那边 你们先在那修炼 轮到你们谁 我通知你们 罗锋 野人荣君等139名年轻男女 只能前往城主府城楼 真倒霉 52尊混沌碑 只有12个混沌碑 正在有人参悟 竟然就轮到我们 走在路上 一百多名年轻人 都有些无奈 野人荣君笑 看向罗锋 罗锋 你我还真够难兄难弟的 一起进前十 一起倒在前五争夺战上 连选择混沌碑 都同时遇到有人在 嗯 罗锋点头 随即问道 你选的什么 我 巨府混沌碑 野人荣君说道 荣君 我也选的巨府混沌碑 正在和其他人说话的 芒卡星少年乌卡 连喊道 连跑过来压低声音道 罗锋 荣君 你们可知道 这巨府混沌碑 是谁留下的吗 每一尊混沌碑 都是宇宙人类历史上的 真正最巅峰的 超级存在留下 52尊混沌碑 成了人类至宝 是谁 荣君问道 难道跟巨府 斗舞场有关 罗锋 心中一动 询问道 对 乌卡连点头 这五大巨头上 再排个高低 其实从一件小事上 能够看出 整个宇宙人类 1008宇宙国 每万年是举行 两次天才战 一次是虚拟宇宙公司举行 一次是巨府斗舞场举行 最优秘宙人类 最优秀的天才是由这两家选 而宇宙低银行 宇宙星河银行 宇宙佣兵联盟 却没这么干 这五大巨头 谁更强点 虚拟宇宙公司 巨府斗舞场 自然是略占上风 而作为巨府斗舞场的创始人 地位比1008宇宙国主 又高太多了 嘿嘿 所以我选择巨府混沌碑 乌卡得意道 而且那些戒主 不朽当中 选择巨府混沌碑 也是最多的 哈哈 容君笑了 罗锋撇撇嘴 当然 52尊混沌碑 其他个个也不一般 否则也没资格和巨府混沌碑并列了 乌卡安慰罗锋 罗锋认真参悟那 就与混沌碑吧 你还是很有前途的 说着说着 乌卡自己却捂着肚子 嘿嘿笑起来 你这家伙 罗锋摇头 城主府城楼上 罗锋他们 这100多名人都站在城楼 瞭望远方 太大了 整个混沌城非常的大 至于遥远处的混沌城外 已经是混沌模糊一片了 根本无法看清 主要是整个初始宇宙中有着大量混沌气流 这些气流令人无法看得太过遥远 真舒服 这初始宇宙比原宇宙舒服太多了 一群年轻人议论纷纷 罗锋也感觉到 来到初始宇宙 全身都有一种无比舒服 从内而外 从精神到身体都很舒畅 这是初始宇宙的缘故 远处一名穿着宽松紫金色长袍的中年人走了过来 你们就是虚拟宇宙公司新一批的天才占优胜者 嗯 罗锋等139人都点头 你们之所以感到舒畅 是因为这 中年人指着旁边漂浮而过的混沌气流 这被我们命名为混沌气 和元宇宙中各种带有属性的宇宙能量不同 和那混合唯一的宇宙本源能量也有些区别 混沌气是一种具有蕴养万物的奇异力量 你们在混沌气的包围下 当然会觉得舒服 中年人笑道 罗锋等人恍然 不过这种能量也仅仅初始宇宙具有 紫金长袍中年人摇头 就算将这能量带回元宇宙 也会直接分解为各种力量 当罗锋一群年轻人 在城楼上和这位强者交谈时 忽然 轰隆隆远处混沌天地一阵剧烈的波动 声音都令天地震战起来 威特斯尔 怒吼声回荡在整个混沌城上空 一股可怕的雷电力量瞬间就贯穿千万里 令混沌城内一座座修炼居所天台上的强者们 个个睁开眼 都朝远处看去 被那强大力量压制的脸色煞白的罗锋一群人 都震惊站在城楼上 跳往远方 远处 一名穿着古铜色战甲的无比魁梧的牛头人巨汉 仿佛天地间的神灵 手持一柄和他本人媲美的巨斧 挥舞着血腥巨斧 直接劈向一名正在逃跑的全身都化作雷电的一名超级存在 那雷电之力正是那超级存在逃逸时散发开来的 寂静 罗锋等人完全被远处那两个超级存在气息给震慑住了 竟然敢在混沌城打刀 紫金长袍中年人摇看远处 惊叉到 威特斯尔 这个牛头人怎么这么傻